之前不是 前段时间泡泡马特上市嘛 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交流 我说我完全看不懂这家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做盲盒的公司都 就一上市之后 身价涨了好几倍 然后我朋友就说 因为现在90后 就95后00后 他们已经放弃买房子了 所以他有一笔 可以支配的钱 他会想去买一些 他觉得很开心 然后即使那个东西 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我觉得 说得很有道理 对 所以其实 再说回我的问题 我就是 我现在有一笔小小的存款 但是买房子又买不起 然后我又没有其他更多的 比如说我也不希望 买很多很贵的包包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就有一些迷茫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 追求什么